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星党主席沙菲伊阿达 星期一早上视察濒南帮拿督彼得摩尊丁国中的复刻情况后 针对敦马推荐他为西蒙首相人选一事 向媒体表示 他将在考量各个层面 以及和党领导层讨论后再做决定 对于媒体追问 会不会在7月13号 国会赴会前公布考虑结果 沙菲伊表示 外界已经猜到做决定的实现 因此 时间到了 自然就会公布 敦马6月25号在沙巴会见国家诚信党 明星党以及民主行动党盟友时 一致同意推举沙菲伊任相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以及土著团结党前熟理主席拿督斯里穆克里 分别担任第一和第二副首相 预料西蒙高层会在星期五之后开会讨论此事 分析普遍认为 沙安木配可能会引起反弹 令西蒙进一步分裂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